包括基隆市旗袍爱心协会会员以及市议员联恩典一起蹲下来帮忙孩子们 换穿新的跑步鞋试试看合不合尺寸 虽然之前已经先丈量过 农历新年快到了 在基隆市议员联恩典居中牵线下 基隆市旗袍爱心协会特地捐赠19双全新跑步鞋 给暖暖区暖江国小的弱势学童们 帮助他们在年前有新的鞋子可以穿 也让校方非常感动和感谢 配合我们中正区救国团的国会长 捐赠我们学童鞋子 然后在这寒冷的冬天里面 可以让小朋友有一双温暖的鞋 然后温暖他们的心 让他们可以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 希望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然后快乐地成长 其实他们孩子在获得这个讯息的时候 其实非常从开始在丈量 他们的尺码开始就满心期待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爱心的捐赠 那这个爱心一样就同理讲 他们会穿得暖暖的 然后同时能够未来他们 未来会用正向的一个行动 跟更好的一个体育表现 来回馈我们这些爱心的捐赠 市议员联恩典非常感谢 也肯定旗袍爱心协会做爱心 不但暖江国小弱势学童受惠 也捐新鞋给其他四区学校的学童 总共捐了269双新布鞋 帮助269位弱势学童 从9月开始有基隆四个区 那也捐了269双 那今天来到暖江国小 这是最后一站 那也发了19双给这些需要的孩子 我想孩子在成长当中 特别是在小学 他们成长特别快 那可能不到一年 他的脚又长大了 那借着爱心旗袍协会 这样子很实质的 能够来帮助这些孩子 在家庭有比较不足的地方 来满足这些孩子 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有一个很健康 也很顺利的成长 旗袍爱心协会表示 如果鞋子尺寸有不合脚 将再更换合脚的新布鞋给学童 对于有新鞋可以穿 小朋友们都好开心 也大声感谢旗袍爱心协会阿姨 和议员叔叔的爱心 谢谢阿姨叔叔 记者吴俊松吉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